吃了我們一日喪命散的人 一天之內會武功全世 沒有錯 而吃了含笑半步電的朋友 顧名思義絕不能走半步路 或是面露笑容 否則也會全身爆炸而死 你一眼我一語 湯博蝴蝶秋香中 飾演華夫人的鄭佩佩 和周星馳鬥嘴的驚演一幕 讓台灣觀眾印象深刻 不過19號上午 卻傳出他離世的消息 享受78歲 周星馳在社群上不舍悼念 写下佩佩姐 江湖再見 主持人曹可帆形容正佩佩 演過兩個經典角色 虽然都是佩角 卻光彩照人 導演胡雪华则感性表示 記得在27年前 他在洛杉磯主持了 胡金娥導演追悼会 今天武俠影后追尋胡大俠而去 想必在天堂重溫大醉俠 在嘎那音樂节的輝煌 在大醉俠中 飾演金燕子一角成名 讓鄭佩佩一炮而紅 其實她早在16歲 就加入香港電影公司 少帥兄弟的培訓 成為第一期學生 畢業後直接簽約 出演不少電影 更被封為一代女俠 演藝事業如日中天之時 鄭佩佩卻未愛放下一切 24歲的她遠赴美國嫁給富商袁文通 期間懷孕八次 但也流產四次 只是這場豪門婚姻 最終還是走到盡頭 可能傷心失敗對每一個人都是 因為女人通常都不會想離婚 是是 OK 我們結婚都20年之後 又有四個小孩哥 人和人之間緣分沒有了 就沒有了 1987年宣布離婚 41歲的鄭佩佩回歸影壇 付出後的第一部電影 就是和周星馳合作 即便正經歷離婚和破產的人生低潮 鄭佩佩在以華夫人這個角色 站上事業巔峰 還擺脫過去俠女形象 更在李安的電影 臥虎藏龍中飾演大反派 以閉眼狐狸一角 一舉拿下香港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2020年她還投入花木蘭電影演出 只是近年來身體健康 美況愈下 如今一代俠女的英姿 將永遠留在世人心中 明新聞做報導